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往這邊 雲端白板上面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剛剛的程式就在這裡 OK 這個這一段 一模一樣就在這裡 然後底下方法二也可以 不過方法二 好像似乎沒有方法一來了 方法一是我原來想的方法 因為原來我們是Color-2 然後呢這個Raw-2乘上4 那因為在VBA裡面 它的藍是變J了 所以把它改一下 那這個 I的話是列了 所以其實方法二也OK 只是相對的感覺 好像還是方法一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兩個都給各位參考 反正解決問題絕對不會只有一個答案 方法很多啦 那盡量想到的方法越簡單越好 OK我強調 當然如果你坊間的書籍 可能你看完之後 你會把它寫很複雜 寫一大堆 我的追求的點不一樣 我寫的方法也跟他們不一樣 主要邏輯是第一個 程式越短越好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邏輯越簡單越好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要把它合併 不過合併的話相對於 那個 的方法我剛剛講 如果你要把4欄 又轉回單欄 1變4嘛 然後4要變1的話 我這邊有提供參考 如果你用index的話 你需要產生這個跟這個 11122333 那方法的話你可能需要用的 int跟mode 你才有辦法做到 可不可以做出來可以 但是 我覺得好麻煩 如果你用VBA的話 你可能就不會選擇用這個方法 那更不要說用那個 那個index index裡面的話 你變成你還要用chart函數 為什麼 因為那個defg 你要把它變出來 藍名 那因為我們是數字 怎麼樣變成文字 你必須要用chart函數 去抓到它的內碼的位置 哇 那更複雜了 但是我還是列出來 給你們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用VBA轉回來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怎麼樣做呢 我這邊有寫一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 如果我要把那個 剛剛的四欄再合併為單欄 那首先第一個一樣 我們插入一個什麼了 插入一個sub 叫合併為單欄 名稱自己取 沒關係 反正我以簡單好明白 為前 為原則 OK 所以寫程式盡量還是不要 那麼多的那個 就是盡量你就以比較 你可以熟悉的方法 為原則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這個範圍的東西 放在這邊來 那這邊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除了for圍圈 除了你可以跑藍跟列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叫for each for 後面的話你可以加一個for each each的話是每一個 for each 後面的話呢你打一個sale 這個sale是自己取的變數名稱 OK 那不過開頭這個for each是固定的 for each固定是一把 for 每一個 哪一個呢 後面加一個in in呢你就後面加一個range OK這個時候的話呢 range你跟他講說幫我從d2 到g的哪一個呢 g9 OK 你給他一個範圍嘛 OK enter兩下一樣要nets 那for each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每一個儲存格一個一個的搬到sale 一個一個 所以他會先搬這個 搬這個放哪裡 放sale 然後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each類推 OK那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這種 一個範圍 你要把它裡面一個一個的資料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那你就寫成for each 這樣子會是比較簡單的寫法 OK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你也可以用for each for each in 那給他一個範圍 也是一個一個搬過來 可不可以也可以 不過寫法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我剛剛那個寫法可能會稍微簡單一些 那再來的話呢 他就幫我一個個放到sale 所以後面我就要處理什麼 欸 處理放到這邊的位置 ok 那這邊的話一定是寫前面 因為我要把這個複製到這裡 那這裡叫什麼呢 欸 這裡叫sales 哪一列呢 它基本上第二列嘛 開始 然後哪一籃呢 第i籃 等於什麼呢 等於sales 等於sale 欸這個 但是你現在放進去 如果一執行它會蓋過去 又蓋過去有沒有 因為都第二列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欸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到這個的話 你就想到k嘛 對不對 一不一樣 一樣嘛 所以這個k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所以k這個方法 欸這麼好 k 然後k預設值等於k等於2 對不對 然後呢 幫我放一個之後的話呢 k等於k加1 哇 k等於k加1還蠻好用的 對不對 所以這一招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的資料要從這邊放到另外一邊 就是你從這邊丟到另外一個報表的位置的話 那你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ok 再來的話 我們基本上呢 程式呢 就寫完了 就寫完了 沒有了 就這樣而已 你想說 就這樣嗎 好 我們試試看 ok 所以呢 邏輯很簡單 所以for each 這個for each 還蠻蠻重要的 for each的寫法 sale in 這個range 幫我一個一個丟過來 然後我再一個一個丟到我要放的位置 可以應該這個邏輯 以後如果你實在一下記不起來沒關係 我雲端上有範本 以後你就照範本改不就ok了嗎 對不對 反正就只要照範本改一下 我相信很多地方也有類似的應用 那你多改幾次之後你慢慢就熟了嘛 只要不要改錯了 然後主要是要了解到底這怎麼運作的 如果你不太清楚哦 我建議你按F8 主行主行跑 你會發現sale裡面放 2005 然後 帶過來 丟到這邊來 ok 丟過來 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了嗎 第二個k等於k加1 下一列 那因為這個sale又抓到一個 流氧盒有沒有 下一個啦 ok 然後再丟過來 ok 那底下都一樣全部執行 全部丟過來 有沒有 周襄嘛 周襄嘛 來看周襄 對 到這邊 ok 不過 印象中好像有個地方會有問題 什麼什麼問題 日期好像會有問題 我看一下 這邊的話 把它資料清除全部好了 好 再跑一次 好 因為剛剛我有格式化過 所以 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帶過來 會有一個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 哪個地方呢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丟到這邊之後 它就打回原型了 它沒有格式 所以呢 如果你直接再把這個日期丟到這邊的話 它就變成這樣 所以怎麼辦呢 理論上應該要把它格式化回來 格式化 所以這個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可以避免就是說 我們將來 把這個資料丟過來 因為 它會把格式拿掉 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在雲端上有想一個方法 因為你會發現 它只要是第二列 再來第六列 有沒有 再來 也每 就是 等於是四的倍數 但是會 除以四會餘二 除以四餘二 那如果是 K的詞 假如說除以四餘二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儲存格的格式 改成日期就好 那要怎麼改成日期格式呢 當然 如果你自己手動這邊 按右鍵儲存格式這邊有一個什麼日期 假如我用這一個的話 你可以切到次定 它的 裡面的格式就是什麼 四個Y斜線M斜線D 那可是我的問題 我要怎麼把它放到VBA裡面 請可不可以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合併為單欄 這個地方再稍微做一下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會用VBA寫的話 你應該就不太想用 因為太麻煩了 OK 畫面先換個歌一下 所以其實有蠻多地方 工作裡面呢 用VBA來寫 會比用很冗長的公式 反而變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好完成 OK 所以一直在強調 反正方法絕對沒有只有一個 但是只是說你取捨的時候 看有沒有哪個方法 對你來說 耗掉比較少的時間 那你當然要用那個方法 所以剛剛這一題 Index跟Indirect 要再合併回來 實在太複雜了 倒不如用VBA VBA我多教了一個 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sale 印哪個範圍 它會一個一個幫你 把那個範圍的資料 一個一個幫你 帶到Sale裡面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